美丽的蝴蝶也能够成为学校的教育特色 三明区东光国小有座往式蝴蝶园之外 更有一间蝴蝶教室 校方希望借由蝴蝶的研究 让学生更了解蝴蝶的生态之外 也能够更进一步关心环境保育的议题 走进东光国小的蝴蝶园里 里面种满各种蜜园植物和寄主植物 各种蝴蝶在园区里翩翩飞舞非常自在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认识每种蝴蝶的生活习性和生态变化 乌蝶蝶它翅膀上有一个眼纹 然后它红色的部分如果超过一半就是公的 然后如果没有超过一半的话就是母的 它叫大变蝶的原因是 它比较大而且飞的时候看起来很笨重 等它吃完叶子就慢慢长大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蛹 变成蛹之后就会变成蝴蝶 校园里除了有这座蝴蝶往事园区之外 校方还将一间标准教室改为蝴蝶生态教室 里面有自然生态展示投影介绍 蝴蝶标本和蝶宝宝饲养区 内容丰富是高雄第一座校园自然生态教室 虽然是往事的保护没有鸟类去入侵 但是还是会有蜘蛛啦 壁虎啦那些会去吃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把它带出来饲养 用人工饲养的方式把它照顾度过危险期 然后再把它放飞回到自然界 回到蝴蝶里面去 蝴蝶圆生态教室是老师和志工合力打造 校室里还有上百只蝴蝶壁画 是大家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画完 每只都栩栩如生受到师生们的喜爱 也是由周老师带领我们学校的志工团队 一起一笔一画的将这些蝴蝶的彩绘 留在我们的生态教室里面 所以孩子进来或者是家长朋友进来 都非常的喜欢这样子一个充满蝴蝶 而且充满保育观念的一个教室 蝴蝶园生态教室的旁边就是蝴蝶往事园区 不用走出学校 师生在校园里就能够赏蝶上自然课 成为东光国小的一大特色 港东新闻潘志光 赖长邦采访报道